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再总结一下 目前在深圳蛇口出境都需要什么 第一个是护照 有消息必须有半点以上 第二个就是你去往国家的签证 签证 签证 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核酸证明 一定要看好你去往国家的入境政策 是72小时还是48小时的核酸解证证明 中英文版一定要用护照 护照号码 记住了 一定要用护照号码 因为你是出国 还有一个就是你去香港是坐飞机 是去国外 不用再问我用不用搞好通行证了 懂了吗朋友们 接下来是第四个 是你去往目的地国家的机票 第五个 是离开目的地国家的机票 第六个 是回国的机票 第七个 就需要各种证明了 你出境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想办法把这个证明拿到手 如果没有 对不起 你还是出不了境 这是现在 2021年的3月10日 现在是2021年的3月5日 我昨天 这个朋友通知我 他顺利的已经过了海关 今天呢 早晨的五点多 他又通知我 他已经顺利的到达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在这里祝这个朋友 旅途愉快 也提醒各位 如果想出境的话 一定要准备好各种的手续 千万不要落一样 如果落了一样 后果致富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 这个核酸证明 一定要三甲医院的核酸证明 而且要护照号码 再说一遍 护照号码 必须要中经门板 而且要医院盖账 听懂了吧 没听懂吗 反复重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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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目前怎么出境 这个地方呢 以后接着看我视频就知道了 好了 我现在去收拾一下 一会儿准备上班了 还没睡醒呢 每天都是早上七点 就上班 晚上大概四点多 五点就下班 每天都是这样上午走了 我们下视频见了 再见 再说一会儿 sekali 再见 再说一会儿 回去的话 再说一会儿 回去才能不用关掉 走 软转吗 再说一会儿 走了 再说一会儿 我们就会了 我现在天时的灵台 按照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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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